洞野湖 洞野湖位于北海道南西部 周围是洞野湖艇和撞撇艇 洞野湖是火口湖 面积是日本第九 而以日本的火口湖排名来说 洞野湖仅次于驱邪路湖和支付湖 排名第三 东西约11公里 南北约9公里的静圆形的湖 以湖中央的中岛为中心 从东北东至东南至南南西的区域为撞撇艇 其他的区域为洞野湖艇 艾努的人们过去将洞野湖称作 山之湖 之后开墾的日本人将议为湖岸的透雅 以此当作湖民 洞野湖的四季美景和雄伟的大自然 带给旅客放松舒缓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访洞野湖的四季变化吧 春天到了雪终于开始融化了 融雪的地面逐渐冒出嫩绿的新芽 春天的温暖空气吹入了湖中 樱花前线到达了北海道的洞野湖 周围的野生植物开始开花 福建堂公园是湖畔景点之一 正如其名有着供奉圣德太子像的福建堂 天鹅经常飞到湖边 这个公园以风景优美闻名 在湖畔景点之一 庄片公园、梅公园 每年春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此赏梅 一边眺望洞野湖 一边赏梅 仿佛步入了画中世界 在湖畔的足湯小歇 两脚浸泡在温泉中 远眺洋堤山和中岛美景 真是无上的享受 温泉街各处也有温热双手的手汤 拿着导览地图便有手汤也是一种乐趣 我们再往远一点的地方走吧 来到恒刚北之湖纪念馆 1974昭和49年 历史上最年轻便爬到恒刚宝座的北之湖 是壮佩鼎出身 这里是纪念它的公积的纪念馆 可以见到云龙型土表路的等身大塑像 以及国际馆内部的景象 长达43公里的湖畔 共有58座纪念雕像 野外雕刻公园的一廊可接近大自然 让造访的游客感受到心灵的平静 春天的总结就是用脚踩的天鹅船 悠闲的滑行湖面 仿佛化身洞野湖上的天鹅 造访北海道的夏天期间短暂 人们迎请期盼洞野湖的夏天 令人期待的夏天 这是四季中最活跃的季节 洞野湖在夏天变得活力充沛 绿意盎然的山脉环绕着湖泊 由人如知 络绎不绝 接下来我们搭乘游览船去中岛看看吧 观光游览船 以中世纪的城堡为蓝本 仿佛湖上梦幻城堡一般 从湖面眺望四季景色各异的洞野湖 夏天因为强烈的阳光照射 阳堤山 昭和新山和有珠山等湖畔山脉 显得颜色更为艳丽 中岛线有150只虾一路七席 沿着散步路线走走 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紫阳花蹄大自然增添了色彩 Kimundo瀑布附近充满了护离子 洗涤身心 果园迎向彩樱桃的季节 饱满的樱桃果实 滋味甜美难忘 这些朋友在湖畔的汽车露营场享受户外活动 这里设备齐全 带着小朋友也可以安心体验大自然的美好 夏天搭乘有珠山缆车 从山顶的洞野湖展望台 可以远眺到昭和新山和洞野湖的夏季美景 昭和新山是昭和年代新隆起的山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不妨顺便进去熊木场和玻璃馆参观吧 熊儿用可爱的姿势迎接游客 玻璃工艺馆则可以感受传统作品的魅力 离开湖畔到了海边 这里有公路休息站阿普塔 海胆盖饭定食是招牌菜 从这里欣赏西沉于喷火湾水平线的夕阳 亦是人间美景 到了夜晚 洞野湖上演着澎湖等 具有夏天风情的节目 长期烟火大会 从春天到秋天之间举行 随着季节变化观赏烟火是难得的享受 长期烟火大会举行期间 每晚均有烟火观赏船行驶 洞野湖的夏天如何呢? 其他季节介绍的地点 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表情 万物萧条的秋天来了 旅客们可欣赏洞野湖附近的鲜艳红叶 有珠山也被红叶渲染得五彩缤纷 山顶的散步路线充满了享受秋天的游客 走到火口圆展望台 可眺望辽阔的喷火湾和有珠山火口 有珠山曾有多次喷发记录 在规划良好的火口散步路线 可参观2000年有珠山西山火口喷发的灾状 在这条西山火口散步路线走走 也可就近观察喷火口的样子 散步路线约长1.3公里 可看到因地壳变动而隆起于地面 高70公尺的新山 国道230号上面新形成的沼泽 柏油路被整个掀起的顶到全公园线 而倾斜倒塌的建筑物中 有一间是若霞域的工厂 回到温泉街则有金比罗火口灾害遗跡散步路线 可见到泥流冲毁的桥梁 以及被泥流掩埋的顶营浴场和公共住宅 金比罗火口散步路线的旁边就是洞野湖游客中心火山科学馆 于平成19年2007年开幕 游客中心介绍洞野湖的大自然和生成过程 火山科学馆则以三个画面的大荧幕 所播放的纪录片影像十分震撼 也有火山喷发体验和种类众多的展示品 来到医院的遗迹 实际见到眼前倒塌的意愿 让人深切体会到火山喷发灾害的可怕 夏季之花 向日葵在洞野湖这里秋天也开花 无数的向日葵一起面向阳光 仿佛此地的人们从灾难中复兴重建的坚强意志 秋天也是享受大自然恩典的季节 海鲜和农作物都迎向收获季 地方的农家从早上便忙着收割 造访此地的旅客也可以继续享受采水果的乐趣 农野湖秋天的名水果就是苹果和葡萄 欢迎大家品尝新鲜美味的水果 最后来到湖畔的洞野水之站 可以一边眺望湖水一边用餐 也可以用超值的价格购买秋天刚收割的农作物 秋天的农野湖景色如何呢 经过了春夏秋 现在只剩下冬天了 红叶雕落后就是严寒的冬天了 即使冬天被雪覆盖 冬野湖还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 一片银白世界 冬野湖迈入了冬天 让我们挑战行走纯白大雪原的雪鞋践行吧 看着不结冰的冬野湖践行 滋味特别 漫步于森林中 野生的鸟儿欢迎人们的到来 福建堂和春天有着不同的神秘外观 有珠山灌雪 山路的温泉街 让旅客冻僵的身体温暖了起来 晚上温泉街有着闪亮的灯饰 隧道里有33万6千颗灯泡迎接大家的到来 在严寒中期盼朝阳的光芒 仿佛梦幻梦幻世界 雪见露天风吕 让人望雀寒冷 放松身心 从露天风吕 跳望湖景 必定会感动于景色的雄伟 冬天的骑马践行 也是品味冬天独特气氛的好活动 享受和马儿融为一体的感觉 洞野湖也一定会得意地说 冬天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吧 搭乘街坡巴士 不开车也能自由行动 这是昭和青山国际雪河站 虽然是冬天 我们还是要替流着汗水努力的人们加油 在积雪中活泼玩耍的人们 正是充分享受洞野湖延冬的人们 洞野湖冬季是冬天的活动 烟火照亮冬季夜空 和夏天有着不同的辉煌之美 冬天结束后 接着又是期盼已久的春天 洞野湖四季的风景如何呢 看过了四季变化的景色 观众们应该都很满意吧 接近尾声 请大家看看洞野湖人们的笑容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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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 先不用烦恼到底要什么季节来 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乐趣和美景 这是洞野湖诚挚的愿望 详情请参阅洞野湖导览手册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